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少网友都感到相当惋惜 无名小战从巅峰到即将关闭 这中间历经了怎么样的环境变化跟竞争 最后败下阵来 对于广大的部落客来说 接下来会搬家吗 还是要自立门户呢 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好好聊 现在欢迎今天两位来宾 首先是烹饪美食部落客林奇伟 奇伟你好 林奇伟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发文都是用电冰箱这个名字 对 所以我稍后用电冰箱称呼你 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来欢迎另外一位来宾 同时有创业家的身份 还有熟悉网路趋势的作家 余威畅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一起我们先来透过我们整理的资料 来了解无名小战 这个部落格的始祖是在13年前 由一群交大的学生创立的 他的会员数到7年前成长到300万 那么夹带的高人气 曾经挤进全球前20大的社群网站 究竟这个把相簿部落格这些网路文化 推向高峰的网站 为什么会走上熄灯这条路呢 先来看我们报道 可爱逗趣的馒头人漫画 让作者弯弯在网路上爆红 成了部落格女王 还拍了广告和电影 而另一位女王则是在部落格上 累积了上千万人次 近身畅销作家 还有他蔡阿嘎经常拍搞笑影片 上传到网路拥有一票死忠粉丝 而让他们从素人变成名人的摇篮 就是部落格无名小战 无名小战却在今年8月底宣布观战 而且很快的在12月26号 就要结束所有服务 让许多部落客措手不及 形容就像自己的老家要被拆掉一样 而最感叹万千的莫过于无名小战的创办人 这个产品这个无名小战也十年了 那我们曾经从无到有 然后看着他长大 然后当然是百感交集 Focus在Flickr Focus在Tumblr 其实也许对雅虎是正确的决定 那所以我会说 这个是公司有公司的策略性的考量 翻看无名小战风光历史 1999年交大学生创立无名小战BBS 2003年推出网路相簿 部落格留言板功能 会员人数不断增加 到了2007年 雅虎齐磨用两千两百万美元 收购无名小战 之后他挤进全球前二十大社群网站 在那最辉煌的时期 无名小战甚至有自己的主题曲 全圈歌唱出在无名小战 你可以匿名的特色 当时他的名言就是 在无名你永远不知道 谁会在下一秒发现你 你也永远不知道 你会在下一秒发现谁 果然他让很多网友发现了正妹 包括艺人林一新 大元红师等人 都曾经是无名正妹而出道 捧红许多部落客的无名小战 却无法维持自己的人气 专家分析没有跟上时代脚步 是无名小战最大的致命伤 真的是架构的问题 无名小战已经很多年没更新了 现在手机方便了 像素高了 3G网络也快了 没事手机拿起来咔嚓 就名一下就上去了 所以这是分享的方式的改变 所以说他变成说无名 为什么会慢慢不喜欢用无名 是因为一方面 也是部落图片上存不再不方便 无名可能到最后变成是一个图库而已 脸书窜起 加上其他部落格包夹围攻 不少在无名小战耕耘多年的部落客 纷纷搬家出走 无名小战就这样打烊收摊 有人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但这也代表部落格的下一个时代即将开始 游电TV张家诚宴威台北报道 是不是真的回不去 我们先请要订冰箱 雅虎接手之后 对于无名的部落客 当初有没有采取一些宣传的手法 他刚接手的时候很热闹 因为我刚好是搭那一班车上去 对就是 怎么样来吸引你们过去 没有我那时候就开始 就是一开始是无名美食网 我是贡笔嘛 那就获邀进去里面做一个贡笔的作者 后来又魔人计划又复活 对那我算是第二代的魔人 只会有魔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奇魔的魔 对他们是怎么样来 他这个就是他们会挑选优质的部落客 然后给我们这个魔人的称号 他还有哪些宣传的方式 所以鼓励大家都可以去这个地方 他很多 其实雅虎刚接手的时候 甚至办实体的网友见面会 然后就是我也去 你有参加过吗 我有上台分享 对然后就是他办很多很多的活动 然后甚至就是说他没有拍那个CF 就很多啊 那刚开始这一场 那大概是在2007 2007就是506年的中期进去嘛 大概20072008 然后一直到脸书出来 不过你如果从网络行销的观点来分析 他官将的这个原因可能会有哪些 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就是 无名小战从很久以前开始 他是第一代的部落格系统 他的系统已经跟不上现在的时代 尤其是在Facebook在台湾崛起了以后 那所有的行为都变成社群化了 所以之前无名小战是被称为说 Web 2.0的代表网站 因为他可以看朋友 但是Facebook一出来 整个分享的这个机制变得更方便 可能用手机拍照 可能用打卡 可能用 他是非常及时的一个东西 而且你一上去po一篇文章就有很多赞 就有很多回应 那你知道有一些人当初他们写部落格 他们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希望能够引起认同 对 让人家看到 让人家看到 然后能够feedback 对 跟人家互动 然后让人家按赞 所以同样的这些目的 同样的这些出发点 在Facebook可以得到更快的回应 所以他就想说那我放弃 因为写部落格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我要每天更新 我才可以把人气炒起来 但是分享玩Facebook就不会 他是很轻松 很零碎 很短暂的 享受当下的那种感觉 所以如果今天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话 玩Facebook对来说是比较好的选择 所以那因为这些人过去以后 又影响了这些一些其他他的朋友 所以感觉上部落格 好像比较视为了一点 因为就是辛苦的事没人做 轻松的事同样达到目的 比较多人做 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网络所有的网友行为的移转 其实我看了这么多年 都是差不多的 不过看起来 无名想象好像也没有做 什么方面的这些努力 去迎合现在的大家 波罗克的想要 对 因为他一直是市场上的老大 那你知道如果一个懒惰的老大 一直在那边不动 那一定会被后来者追上 所以匹克邦就其实一直都是 清除于懒 他们同样是从交大出身的 但是因为他要去抢市战略 所以他的界面 他的后台 他的服务 他的一切都是其实比无名好的 所以才慢慢的 所谓追上了无名这样子 对 好我们就来谈一下技术面的问题 无名小站曾经因为流量过大 造成网站的负担 网路频宽不足这些问题 当初跟雅虎齐磨合并 也是为了要提供会员要更好的服务 不过最终现在还是要收摊了 这条路上 我们就请教两位 两位认为雅虎接手无名之后 有没有改善之前的状况 有没有这样的看法 如果说是在硬体的扩充上面 这绝对是 这一定是有的 那因为雅虎他本身 他就是一个主机商 所以说这个一定是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就在于 就是说 他只是一个收购 这一个平台的角色 他并不是一个经营 这个平台的角色 所以这只是他下面的一个 资产业而已 对那 那因为这种东西又牵涉到在地化 在地化 其实我们台湾的BSP是 世界上很少见的 对 所以其实他就只是一个老板 实际上的经营跟怎么样改善 可能就没有实际再去操作 这一部分对不对 于先生的看法呢 那个无名小站 卖给雅虎以后 因为无名是一群年轻人创立的 年轻人通常是只会冲 他其实不太会管理公司 营运方面财务法律什么 他都不懂 所以他之所以卖给雅虎 是因为雅虎有这种外商公司的 大公司的管理经验 所以他导入了一些 他可能请雅虎来了一个社群经理 专门去帮这些年轻人去管理一些 就是他们不擅长的事物 所以当初的结合 我觉得是很好的 就是他们又成长了两年还三年 才开始走下坡 所以当初其实真的是如日中天 无名就是本来就是最大的 又被台湾最大的网站给造住 可是救不起来的原因会是哪些 除了就说Facebook的崛起之后 救不起来的原因很多 我觉得最重点是他有没有想要救 感觉不那么积极的在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这个因为雅虎 如果你是跟网路很久 通常被雅虎并购的下场都不是很好 你知道吗 所以那不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网路的变动真的很快 那雅虎又一直在换执行长 所以每一个执行长都有他一些不同的执掌风格 像现在他们这一任 Marissa Mayer 就是非常的女强人 就是只要我事业单位不赚钱 马上马上攒 不留恋 不留因为雅虎股价 美国股价一直不振 他上来以后 那你知道要提振股价 最快的方式就是裁员 马上可以获得利润上的疏解 所以他一上任就砍了很多部门 砍了很多人 无名小战其实已经算是后期的了 因为他一上来他其实就想砍了 他一直都拖到现在 还撑了一段时间 一直找不到买主 无名小战到后面的那个人 少到也真的无法相信 但如果说现在无名小战 没有宣布要关站 你们觉得他可以做什么 你们现在的看法 你说他还没有关 他说不打算关站的话 对 你觉得他能做什么 去改变现在这个现况 我觉得真的很难 因为他这个机器太大了 那他就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系统 这个系统真的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其他的平台 像刚刚唱歌讲的 就是说那些平台 他们第一他的机器心 然后他们观念心 然后他们可以知道消费者要的是什么 读者要 网友要的是什么 他们可以去加这些功能 但是无名小战没办法加 因为当初写这个程式的功能是已经不见了 对 所以就没有人会修啊 所以看起来于最大的看法 你也觉得是要整套都要改才有办法挽救现在这个局面 对啊 就是要砍掉重链啊 但是基本上在这个网路时代去砍掉重链一个BSP 就是部落的平台 其实是他是不划算的一个投资 我觉得啦 如果无名不倒的话 我觉得他其实可以去尝试做一些实体上面的整合 因为我看像Simon他们是无名魔人 魔人其实是很团结的一群 所以他们每一次办实体活动的时候 他们都参加得很踊跃 那我觉得如果今天无名真的他想要重振的话 他其实可以多办一些实体聚会 让这些他旗下比较明星级的部落客 能够互相认识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从中间得到一些商机出来 因为BSP其实不是在玩四战律 也不是在抢人 他是在跟他旗下的明星部落客维系一种关系 指标性的 对 那只要这些明星还在那边 他其实就是一个媒体 就好像偶像剧需要明星 所有媒体所有的都是需要一些明星去帮他陪衬这样子 好的确也是一个方法 对不对 无名小站关门关门之后 下一个部落格霸主可能会是谁呢 小站节目我们要继续聊